时光音乐会2已经在录制了,播出时间也暂定在12月初,所以喜欢下面七位歌手的要关注这档音宗了。 本次前两期阵容的歌手是四位女歌手,三位男歌手,四位女歌手中最让人期待的当属邓紫棋。 虽然说邓紫棋不是常驻歌手,但在节目的前两期作为开篇引流还是必要的。 这么说来,芒果卫视也是模仿了番茄卫视的音宗《我们的歌》第二季的开头,让邓紫棋参加两期之后退出,至少节目开播的热度是有了。 毕竟邓紫棋的人气和流量不可估量,邓紫棋没有一样, 演唱他的经典之作,可能也是因为邓紫棋这几年的经典代表作太多了,所以邓紫棋选择演唱他的新歌《天空没有极限》。 开个音乐,天空没有极限。 把这个舞台可以当作是一个打歌的舞台。 他不缺少老歌,却加持热度,缺的是新歌,不能被全部观众听到和知晓。 歌曲发行于今年的9月份,属于专辑里面的终极主打曲。 既然是主打曲,自然旋律和编曲都会是偏向大众喜欢的和弦走向。 好不好听,不做点评,但歌词是抓人的。 三位歌手,周深,阿渡,胡夏。 周深,我更希望他第一场能唱《大鱼》。 他带来的也算是新歌,2021年发行的一首歌曲《光亮》。 《光亮》是当时纪录片《紫禁城》的主题曲。 可见周深的讨喜程度不仅仅是他大众化的国民度, 连北京广播电视台给纪录片选择主题曲都会想到周深。 这几年,内地男歌手被溜粉最严重的也是周深。 就像前不久我更新的内容里,《时光音乐会2》将要录制, 有周深,依然有部分粉丝不相信。 为什么呢? 被其他各种媒体溜粉太多了。 胡夏带来替我照顾他。 是偶像剧里面的歌曲,值得期待。 整体的歌单,属于80后90初的《情怀回忆杀》。 相比于第一季,这第二季的歌曲更符合我们这两代人的喜好。 香港歌手梁永奇,自然带来的是他那首成名作《胆小鬼》。 这首歌曲也算是内地观众最熟悉亮永奇的一首歌曲。 还有一首《喜欢他》,应该会在下一期演唱。 《胆小鬼》。 阿渡的代表作太多了,坚持到底,他一定很爱你,离别等。 首期节目,阿渡演唱的是《他一定很爱你》。 我应该在车里,不应该在车里,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 我恨你,要你远。 就是那句歌词,我应该在车底,不应该在车里,被玩梗很久的那首歌曲。 阿渡的大热年代,比林俊杰和周杰伦都要早一点。 他第一首火起来的歌曲是《离别》,火热程度可以和小刚的黄昏相提并论。 当然,最终师弟林俊杰更火了,而阿渡阔别了乐坛。 这个舞台亦是阿渡回归的一个平台。 女歌手,内地两位老将,孙岳和田振。 孙岳的代表作很多,祝你平安,大家一起来,魅力无限等。 这次孙岳带来的歌曲是《快乐指南》。 这首歌曲发行于1999年,距今也近23年了。 想必很多00后,可能会对孙岳的歌曲不太感冒。 但是老一辈的人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孙岳的唱腔的。 不同于纳音,不同于王菲,孙岳更加适合演唱活力四射的歌曲,动感的音乐。 另外一位是女歌手田振,有一首《铿枪玫瑰》,一直都是大热歌曲。 她带来的歌曲是《执着》,很有意义。 我想大概就是要在这个节目中,给观众表达一种态度。 我田振对于音乐和舞台的执着,不能被任何人阻挡。 她呢,身体很不好,所以一直都在养身体。 阔别歌坛多年,应该是要通过湖南卫视的《时光音乐会2》来付出的。 这里也感受到了,原来《时光音乐会2》的定位,应该是给很多已经出名的歌手回归乐坛的一个音乐平台。 Way,期访者们在此时,您会感受到的会计划。 又往前 74年,我会感受到一部歌手回归和歌手回归值。 我们下部歌手,就是事与着片手回归归归艺度,